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今天利用視訊通話的形式 出席了丹麥哥本哈根的民主高峰會 在這一趟的通話當中 他維持著一貫鷹派強硬語調 談及的內容就是圍繞著中國所衍生的問題 由於這一趟的通話非常長 我將內容淑略為兩個主要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非常關心的香港問題 他在這一趟的通話當中 也有約略地談及到 不過蝙蝠並不太長 他怎樣說香港的問題呢? 首先他提到美國的立場是非常清晰 美國如何對待香港呢? 就取決於究竟中國怎樣對待香港 如果中國共產黨對待香港 是好像對待上海或者深圳等中國普通城市一樣 美國一定會跟隨的 這樣會勢必影響到 美國和香港之間所簽訂的獨特協議 而且將會使香港損失所有政策優惠 蓬佩奧談及到香港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的態度也是非常狠 另外他還提到 說香港在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 將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因為全世界都可以從中觀察到 究竟中國有沒有尊重到香港的自由 這次的選舉其實都相當重要的 雖然來講 中國已經繞過香港的立法機關 去自行立國安法 然後放入附件衫當中 大家都可能會覺得 立法會35加的重要性 比起以往來說 就沒有那麼強烈 不過美國仍然是非常注視的 尤其是講究竟今次會不會順利進行 以及中國會不會尊重香港的自由 是什麼自由呢? 第一就是選舉的自由 基於上一屆議會選舉的經驗 有些建制派人士誤報軍情 以為真的有一堆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 在投票當日會出來灌票給建制派 當然到最後這堆人其實是不存在的 結果那個投票率還高到七成 建制派就輸到趴街 好了今次立法會選舉 到底能不能夠如期舉行呢? 實情我也是相當樂觀的 因為立法會選舉就不同於區議會選舉 區議會就是單二席單票制 只抽的 票多的就贏了 但是立法會選舉 有35席有一半就是功能界別 而且35席當中的30席就是傳統的功能界別 而傳統的功能界別裡面 又有很多的議席 根本上就是建制派 勝勸在握 就算新增了多少選民都好 有些根本上都是他的人 比如說這個出版界 原來三中箱被揭發到 有20票 然後連警察書畫學會也登記做選民 但是那些黃絲的文藝團體就登記不到做選民 走去警署那裏註冊做社團 就被人諸多留難 一會又說你漏交什麼文件 一會又拖下你不回覆你 這樣 反正就是用一個制度的形式 搞到你根本上沒有辦法攻陷得到這些議席 所以我看這個選舉搞得整個機會很大 只不過除了選舉的自由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被選舉的自由 到底這些候選人能不能夠完全進入閘 還是仍然有一個所謂的政見篩選 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當中 唯一一個被DQ的候選人就是黃之鋒 但是在DQ的過程當中也出現過一些妖釀 本來就是由南區民政事務專員來操刀 後來他就托病 又說請假這樣那樣 後來就找了一個由尖旺的民政事務專員去DQ黃之鋒 但是大家就必須要注意一點 就是當選舉主任DQ黃之鋒那一刻 其實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還沒有在美國生效 這條法案的生效日期就是11月27日 但是DQ黃之鋒那一刻就是10月 但是來到今次這個法案已經生效了 而且也說明會針對那些蠶食和侵害一國兩制的官員 是實行制裁的 好了 今屆這個立法會選舉 到底會不會有哪些候選人 是因為政見因為政治的原因遭到DQ 如果有的時候 又會不會觸發得到美國啟動制裁機制呢 在昨晚黃之鋒就宣布了會參加民主派在九龍東的初選 以黃之鋒的知名度和支持度 他也極有可能可以在這次的初選當中勝出 故此他有很大機會會代表民主派在九龍東那時候參選 但是他參選而已 究竟他能否入閘呢 會不會被DQ呢 這個肯定就是會成為其中一個亮點 也是美國關注的地方 因為說明 這次的選舉將會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就是看看中國有沒有尊重香港的自由 所以這次就非常好看 另外 蓬佩奧其實沒有再特別提及《國安法》 其實經過了夏威夷的馮洋會之後 美國方面也是非常清楚一點 就是中國不會就港版《國安法》這個議題 作半點的退讓和妥協 故此可能覺得說來也無謂 反正你都過硬的時候 在昨天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就說 說在今天很大機會 就會公佈港版《國安法》草案的具體條文 而在今個月底或者下個月初 將會召開一次特別會議 去審議港版《國安法》和作出表決 我相信他說這番話也是真確的 如果是留的話他不會出來說這麼多次 而且有很多人實在太過樂觀了 以為今天又不通過 昨天又不通過 到底是不是中國是縮沙呢 絕對是沒有這個空間去退讓 這次敲鑼打鼓說了這麼久 由特區政府又做出宣傳 有些人還好笑說特區政府擺烏龍 怎麼會擺烏龍呢 不要這麼樂觀 《國安法》過就是過硬的了 只不過是看遲早的問題 而這個遲早的問題不是說幾個月的問題 而是說幾多天的問題而已 今天不通過 下個星期也會通過 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 中國的所謂立法程序 無非過場都是行禮如宜的 你有沒有聽過哪一次 中國的立法會被否決才行 然後再說回蓬佩奧在哥本哈根的民主高峰會上 第二個重點 他就去勸戒歐洲 首先他就抨擊中國 他說中國就好像流氓一樣 企圖要支配全球 他就呼籲歐洲千萬不要過度依賴 和靠攏中國 因為這樣做的時候 遲早就會放棄自己的價值觀 背離民主 以及被中國支配 另外他就呼籲歐洲 一定要向中國大聲疾呼 到底他提出了哪些議題呢 首先第一件事 他就說北京是隱瞞全球大流行疫情的真相 故此使得疫情在初期的時候 惹到全世界到處都是 其次他就再次呼籲所有歐洲國家 一定要迴避使用中國電訊商華為的設備 他還將華為稱之為共產黨的監視機器 第三 他就說對於中國國有企業在歐洲的每一筆投資 都必須要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去作出審視 而所有的歐洲國家也都必須要擺脫 跟中國之間的盲目經濟聯繫 因為中國的挑戰不單止在每一個國家的大門口 而且還在每一個首都 另外他又提及到新疆的人權問題 他就藉此喚起歐洲國家對於種族滅絕的記憶 他提及到有大約一百萬的維吾爾人 目前在新疆那處遭到拘留 他就說這些行為是侵犯人權的 也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從來都未見過的規模 除了勸喻歐洲國家以外 他也有讚揚某一些歐洲國家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瑞典 因為瑞典關閉了當地的孔子學院 蓬佩奧就說這些是中國政府支持 在西方大學當中所建立的學校 另外他又讚揚捷克 因為捷克對於北京的政策 是作出了公開的批評 因為最近捷克參議院的議長 就拍了板 說將會去台灣進行外訪 而且又批評北京的政策 所以他就點名讚揚了瑞典和捷克 至於另外的國家是怎樣呢? 到現在究竟是開始歸隊了沒有? 看過勢就開始有這種跡象了 但肯定就不是一兩個星期 甚至是一兩個月的事 大家看看英國 他本身自己都掙扎了不知多少年 在中國和美國之間 究竟要拿哪一個國家的利益呢? 究竟要站在哪一邊多些呢? 到現在這一刻 他才選擇了價值觀 才選擇美國 所以歸隊實在是需要時間的 但不怕 因為有總加速師 為全球加速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